我们刚刚有提到昨天的最大条 应该就是众所瞩目 想看看说哇 那个已经沉寂一个多月的 辣个男人终于回来了 而这一次我们昨天强调 是他回到他的本命区 就是在新竹的香山 来帮沈慧宏拉台 那这个拉台 同样也是一个总统级的拉台 因为呢 总统蔡英文同时也是民进党主席 他当然也到场了 那其实昨天我们还在评估说 有没有可能是同台但不同框 或是呢 时间上有一些先后故意错开 就想不到 不只没有 蔡总统还不忘了多次感谢林志坚 还甚至跟他说声辛苦了 其实在昨天林志坚 他有非常多再度创造一些仇恨值的话 也再度印证了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绝对是别人 昨天看这个直播的人满满的尴尬 因为他里面有提到哪一块呢 新竹球场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都知道他说 这个启用时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一百一千一万项工作 总有一项做的不够好 他更说 这就跟台积电一样啊 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他的晶圆也有不良品 大家说是不是 不过呢 你有没有想过 台积电或是相关的晶圆厂 他的不良率要压到多低多低 而你可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一之一 你盖了这么一座12亿的球场 而那一座就刚好派去 这样的比喻 确实不止让很多的球迷更生气了 更别提林哲轩在前几天还说 他的复出之路慢慢的长路在附建 那已经够气了 还有连新亚科技人也要跟着被你惹毛吗 尚志哥 最近中国大陆有个那猎击艺人 林逸峰 我想台湾是不是应该有猎击政治人物 但只是我们没有一个机制 可以把他们就都封掉或者是之类的 所以林志坚当然在复出这件事情的部分 大家不惊讶 只是说他时间真的这么快就复出 这个部分是让有点傻眼 不过在这次讲到台积电 这件事情上当中 我觉得真的凸显林志坚 他的这个思路 我们回想起其实说他过去 在包括在当信任务事长的时候 说的这些话 仔细回想起他其实 他真的都在说那些中间 中间屁话或中间干话 用中间直 你仔细想他的思路 他回想起他过去有说的那些东西 中施政怎么样 然后包括他在这个论文门 一路而来讲的这些东西 也难怪会讲出台积电这个蠢话 我想台积电无论如何 当然任何不要说台积电 他一定都会有不良品 但重点是台积电的不良品 一定是在出货给客户之前 全部都打掉了 民党对 让我们想到的部分 林志坚就是一个不良品 就在政治选举上当中 但非但民进党没有把他 在推出之前就打掉 还堂堂惶惶的就推到国人面前 推到包括桃源市民的面前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也就他自己 根本都没有想清楚 他自己其实就是政治的不良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才会对于把 包括新竹的棒球场的部分 类比到台积电 不良品而等等之类的 这个东西就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林志坚自然这次他抄袭的部分 其实包括科技园区里头的报告 可是他真的对于新竹科技园区的 这个生产制程 不良品在推出之前就打掉了 他还拿到你看新竹棒球场 既然也有那么多问题跟不良 你还是就是当时为了要验证 你自己的政绩光芒 赶着赶着就要把它推出 这个部分其实无论就类比跟逻辑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只是 也不是那种年纪大佬先生讲不清楚 他这个年纪当中 这种表示他是这种结构性的 包括对于科技生产的逻辑有问题 对政治的逻辑有问题 而且这个东西讲出来 就是年轻人买单吗 包括你说真的是新竹市民买单吗 所以最后才会笑到大哑 所以其实在这次的过程里头 我们看到林志坚的 当然他还是会回来 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年 所有所有所有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当中 一旦有他的私德 在私领域当中出包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你东还是要有反省 然后你反省应该要有一段时日 你的反省时应该要离开公众的目光 可是我没感觉 他们其实是不甘寂寞或等等 我想包括从王定宇 包括严小姐在内 这些所有的私领域的问题 他们真的基本上是 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快速回来 当然林志坚现在是这样子 就现实上来说换作是你我 可能也跟林志坚一样要处心积虑 找到机会再重新回到政坛 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 所有的在年底选举 是所有政治发展 政治能量 包括派系当中在集结政治 或基层民意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说即使是没有在选举的人 其实在选举期间当中 政治人物也在帮别人选举 在帮忙过程里头去解决政治能量 所以你一旦错过的时候当中 你的政治能量 包括你的政治影响力 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损耗 所以林志坚当然非常着急 如果说他低沉 或者是他沉寂太久的时候 很多政治能量其实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林志坚究竟现在这张牌 如果作为包括来助选当中 还有在哪里可以是真的有加分 而不是扣分 所以难怪他回到新竹 当然新竹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 就是你知道一串重子 他到桃園选之后 新竹当然就立刻由他先前的副手来选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当然回到新竹是一副理所当然 除了新竹之外 也不知道还有任何的地方的选举 或者是地方的参选人 会给予他温暖或需要他来参与选举 只是说在这过程里头毫无疑问的 竟然你是再付出的这场政治秀 你所有的部分的讲话 你应该要非常谨慎跟清楚 而且人家会问你什么问题 包括金融球场想也知道 这是一定会被问的问题 所以你在问的这些问题当中 你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而就会准备到里里拉娜 讲到台积电不良品 这种完全荒谬不懂科技 不懂政治的这样子的部分的回应 最后还是笑掉大牙 我觉得现在其实包括 而且还会回去 气可笑还是回去讲占上证 然后这个就讲占上证的部分 还在讲诚信 还把人家送他的话还给人家 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虽然还在台大的部分 他还去申请了复议跟等等 还是有一个他基本要争取的部分的动作 只是难以想像你一个已经诚信 信赖 诚信 everything 你已经碎裂一地当中 已经碎如细沙的人 你竟然还可以去描绘别人的部分的诚信 他真的逻辑有问题 先感谢一些网友的斗内 这圆滚滚的美鱼 感谢你的斗内 感谢我们陈灿耀的斗内说 小智说话的表情都变了 显然他去躲了一个多月 就是在练习怎么讲干话 这DPP的公关组织真的很可怕 政治计算也很强大 巩固深率在想办法洗中间选民 没有判断力的3%到5%的选票 最后再拉扯气爆 这道德底线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了 感谢你的斗内 也感谢潘美丽的斗内 那我们想先问一下施老师 就是因为其实刚刚这个 陈灿耀这个网友在讲的说 等了一个多月出来 请问这样的场合 毕竟总统也在 蔡英文也在 那两个人选择要同框了 难道林志坚的这一些 准备要讲的讲稿 完全都不用跟别人商量吗 因为这一出口都是金句 然后大家也就再也忘记 原来他昨天是帮省会 红占台职 看得到满满的林志坚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结果 都是已经计算过的 也就是说他是无所谓 我先讲一下回头讲 说回头讲 刚才在讲良率的部分 因为我印象中他在中华大学 拿的那个博士是好像管理的 那我们知道在生产线里面 有分所谓的良率 那当然良率还会看 看什么样的产品 比如一般的制造业 然后高科技 然后这个所谓的生化等等 这些东西是有一定的 那我们看一下说全国现在有六个 六个直辖是十三个线 三个是十六 加价二十二个嘛 那二十二 假设民进党全部都有提名的话 那光是他一个出来的话 就是四点五%呢 你去问一下 你知道生产线四点五%的那种 不良率是什么样的 你怎么可以跟这个台积电来比呢 他们有一些东西甚至是 就是连一次都不能出差错啊 夫妻之间你出一次 我就把你废了好吗 你就回去吃咖啡了 所以这是这种比喻 所以我讲说 其实有时候这种错误类比 我们喜欢讲日本时代 有人讲说这个 这个顾显龙是干地嘛 所以他说顾显龙是台湾人的干地 那有些人讲说什么 那汉鸡腾就是番薯签 那不就是变成鱼翅了吗 那尿壶就不是玉气的呢 那第三句蓝鸟那个就不要这样了啦 OK好 所以呢回头再讲说 我认为他是无所谓的 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里面呢 中间选民他 他认为说这些反正就不是我的 就无所谓 年轻人他甚至认为无所谓啦 OK 那传统的这些理念票 西中外帖的那些的 只要有这个抗中保台 你看其实最近的那个政策法 对他来讲也许不无少补 虽然我觉得是空的啦 那那些心律就是利益结合体的 利益是利益共同体的那些人 那也需要坦白讲啊 沈慧华不一定可以啊 那就是把小智慧来 那个限裁可以不用打折嘛 所以我会觉得你 我们看到这个他在讲的 那个小英跟他讲那种辛苦你啦 那你知道你听了这很恶心 但背后里面就是你委屈啦 你好像是就是说你在帮我扛十字架 你知道扛了那么久啊 所以这背后里面是假设逃鬼 新的鬼啦 我也觉得有时候 这些民进党其实很扯啊 就是说他只要选赢就好 本来是一个烂人啊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圣人的样子啊 所以我解释坦白讲 其实我会比高嘉宇更难过啊 一生水啊 OK好 大家今天大包挂 现在要来开Turbo拼命月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从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补课 小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谢谢